我那時候很拼嘛 所以我說我是不是50歲可以退休 結果也如我願 生了大便就退休 還沒生病之前 我常講說50歲之前是用命買錢 那50歲以後說用錢買命 那就印證在我的身上 我50歲的時候 也剛好檢查到淋巴癌 所以人生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應該是他開始化療 身體狀況漸漸的走向 那個時候有瘦很多 應該是皮薄骨的狀況吧 那個時候就 到最早的那一段時間 就像我公公走到終點 要往生的那個狀況 那段時間真的花了不少錢 因為化療是勞保給付嘛 我跟醫生說那我現在狀況 什麼藥對我比較有利 他就跟我介紹什麼藥 我說好 用這個 那打一次要 要8萬5千多 電療電了98次 都是很可怕的數據 最糟糕的時候 就是快死掉的時候 那我也沒有想過 我會死 也沒有想過說 我的生命已經快中了 所以我也常跟我家師姐說 命是撿回來的 哪裡需要 哪裡去 有限的生命就是 能付出的盡量付出來 所以就到處跑 台灣 國外到處跑 有些原住民那個很老了 沒有人幫他修東西 我們去幫他修好 他就抱著我們哭 偶爾我們也很感動 人家向他管著 人生很多事情都是 沒有辦法去 你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能幫助別人 真的是一件快樂的事 冰淇淋 好吃喔 快吃一吃 快坐一坐 好 趕快來吃一坐 有靈喔 我跟他認識 是因為 一旦醫診 需要專業的去 我吹一張嘴巴 他就 沒有 古早在說 那個聾的出口 還猛的出口 還猛的出口 對啦 其實我們的 人會要醫診的 管縣族的器材 器械都是他負責 我們是負責 我們是負責維修 保養 保養 保養維修 去到當地的水 電的問題 水的問題 機器壞掉的問題 都要去解決 不然怎麼會轉到安美專案 安美專案是因為 沒有出國 因為我們兩年疫情的關係 沒有出門 所以基金會就打電話 給他 找我們 是不是可以接這個專案 就是這樣子 去年的八月底做到現在 很辛苦 很幸福啦 不辛苦 辛苦我不做了 我們大家都很好 我們大家幾個 我們感情都很好 講說要出通了 你看 我們就馬上就 確實我們大家 都是發洗很聰明 有啊 你都沒人笑 吃到老闆 快點 快點 因為我們小時候很貧窮 所以對掙錢的畫面 我很在乎 一直很拼命地在賺錢 那時候是為了錢嘛 一天可以說工作 就起碼有16個小時 一兩天沒睡覺 是蠻正常的吧 因為我晚上有晚上工作 白天有工地需要去處理 24小時工廠在運作 所以只要工廠電出問題 或是有任何狀況 打電話給我 我都要出門 因為電腦 就給他放在頭頸部嘛 所以多少都會傷害 他講話會好像像會咬子咬子這樣 就慢慢練回來 他化療期間是兩個月不講話的 跟他溝通就是咿咿啊啊這樣子 他的力氣跟那個講話都是重新學回來的 那時候也快死掉了 真的是連走路都沒有辦法 嘴巴也是爛的 鼻子是流血 因為我嘴巴也沾不開 就吃東西要吃小塊 因為電療以後纖維化 我曾經 我用那個牙舌板一支一支 把它硬拉開 那個醫生叫我這麼做 硬拉開也沒有用 因為一拉出來又恢復 已經沾不開 所以我的牙齒做了好幾次都失敗 因為我沾不開去咬膜 我從來沒有看過牙醫 就是電療以後才看牙醫 整個口腔都是很恐怖 古早都是這樣蒸的 那個 我都用兩個人低頭 因為那蒸 它壓下去的土太緊了 那生地瓜比較不好 你是怎樣 重點是因為一半是運動 一半是爸爸留下來的東西 其實別地方還有 沒有辦法去照顧那麼多 我就請別人去照顧 然後我只是照顧一些而已 那個沒有那麼多時間 又要做志工 又要當農夫友真的 我的東西就是自然成長 我不用任何東西去催促它成長 平常就是種稻子 種地瓜 種芝麻 種芝麻只是另一種營養成分 因為我在治療 差不多兩年之後 那時候也生命也快掛了 醫生也到最後跟我說療效有限 從七八十公斤瘦到五十公斤很可怕 就是在一個月左右而已 你不要看這個動作田育 其實你只要一分心 你的平衡就掉了 就會弄到你的植物 這個跟上人走路是一模一樣 上人走路是走直線 只要你走到偏了 那個土又又垮下來了 把田育也當道場 種肝真的像修行人 譬如說我在拔草也好 我會邊拔邊唸佛 我常跟病友聊的就是說 只要你想活下去 沒有什麼不可能 我從不能走路再慢慢 從不會走到會走 從爬山坡到去爬山 從爬山坡到去爬山 從爬山到騎腳踏車 又從騎腳踏車自己爬山 我從這邊自己一個人去到那個大澎灣 一百多公里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喜歡挑戰我的極限 就是不認識的個性 坦白講我十幾年沒有起追蹤過 很多人說我是鴕鳥心態 其實你只要把飲食生活取機 把一些東西照顧好 你要讓它不早上 你一定要把這些事情做好 那如果這些事情沒有做好 那勢必你要去追蹤 所以我的健保卡只用在我的牙齒 我就是我們牙科的那個007的 包括洗牙、補牙、磨牙、磨牙、磨甲牙 或是包括治療 都需要這台的確 我本身做電機 所以去了解它裡面的功能 運作大概都可以搞定 大概就是管線的問題 因為管線它會老化 不行就要換掉 其他的大概就是震盪器也會壞 機板也會壞 大概其實你會壞的機率都有 那所以我就出門都會帶著這一套007 也就是所有裡面的零件 從第一代到現在的新型的零件 我大概都會備料 出去的時候只要壞掉 我們在短時間內就把它修好 所以這一箱很重要 我說會在器材要來之前會過來 因為要幫忙這個 卸器材跟那個器材定位 管線紙包括電的部分 要處理通壓器的問題 器材的問題 組裝板要測試 測試完讓醫生使用 那個助理的工作我也會 醫生需要的器材我也都會 安撫病童 就是固定他當醫師可以好好的看診 因為身心障礙的病童 有暴動有躁動要安撫他 那在一般診所他是沒有辦法的 大概他們這種情況會到大醫院去做全身麻醉 那也很麻煩也要很多時間 所以機構會跟實際基金會這邊聯繫說 是不是可以來幫忙 那當然把他治療好 他可以飲食比較正常 不然他牙齒不好或痛的話 他沒有辦法飲食的話 對他的健康也會產生問題 像我的人生就除了工作以外 還是工作 我沒有什麼娛樂 做志工可能就是有志同道合的 因為也沒有在工作了嘛 所以時間比較多 我治療完了 我所有時間幾乎在做志工 最開心的部分 他是能幫助別人去預診 這樣子看到別人的校園 跟你抱抱一個跟你握握手 都是一種很幸福的 我也是擬帥 我不是每天很必給你 我也是擬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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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擬帥